4月28日上午 香港特區行政長關聯正月額宣布 政府僱門公務員5月4日開始分兩階段復工 大部分政府僱員當日恢復正常上班 公共服務已開始恢復正常辦公時間 而室外運動場、圖書館及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已將恢復開放 文化事務處的表演場地 因為這些場地或學校仍然關閉 所以涉及政府僱員或許難以正常上班 否則其他同事要恢復正常上班 林鄭月娥指出 各類委員會議也將恢復正常 但慶典、頒獎禮等大型活動仍然不能舉行 至於第二階段 全面恢復政府服務的時間安排 林鄭月娥說 會因疫情發展之後再確定 香港新冠肺炎新增確診數字 近期呈現回落趨勢 包括禁止4人以上群組聚集 內地敵港人士需接受強制檢疫 等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 將於5月7日到期 至於會否延長 林鄭月娥表示 政府會儘快公布相關安排 對於香港的經濟、各行各業各方面的影響 第三就是市民可以承受的程度 包括他們的心理健康 諸如此類 全面強調 可視聚集 該 因非